2021年第一日 黑龍江黑河市發布緊急通知 為應對疫情 從即日起 黑河籍人士禁止盛坐飛機離開黑河 之前黑河市已宣布進入戰時狀態 實施嚴厲管控措施 市區車輛禁行 交通停運 學校停貨 並且對全市人員進行核酸測試 12月30日 遼寧瀋陽新增三例陽性患者 全面進入戰時狀態 31日 瀋陽當局宣布對全城9個區 進行全部人員核酸測試 這種突擊集中測試導致現場人山人海 混亂不堪 甚至出現打架事件 很多民眾不得不在寒冬排場隊 等候幾個小時 怨聲連載 和平區一居民向大紀元表示 他當時看到有幾百人在排隊 人與人之間矮得比較近 沒有一米距離 他透露 測試是十個人一組 去之前有人收單紙 但測試時並沒有核實身份 此外 醫護人員的手套並未及時更換 如果其中有陽性患者 就很危險 有民眾質疑 如果確實只有官方通報的幾例病例 是否需要這樣輕思動眾 進行大規模核酸測試 也有民眾批評政府組織不力 在搞形式主義 西城區歐上一品小區業主趙先生表示 他清晨4點到樓下排隊 到5點左右因為實在太冷 堅持不住就回家了 他認為 當局這樣做只是在喊口號 沒有實質意義 零下15度左右的凍天 在外面排隊 一陣口罩就濕了 沒有隔離作用 官方說 沈陽紅特嘉園小區和華潤像樹灣議期 黃哥區法宮小區 基業百花園小區 在紅區中海城星座小區等5個小區 被列為中風險地區 實施封閉管理 不過 根據民眾反距 除了這5個小區之外 沈陽市很多小區出入 都已經嚴格監控 出入沈陽也要嚴格盤查 記者致電沈陽市內的飯店 詢問送餐情況 有些表示不送餐 有些則表示很多小區都不給入 早在12月20日 遼寧大連就因有隨思核酸測試 呈陽性 全市醫療機構進入防空戰時狀態 並開始進行大面積全部人員核酸檢查 12日之前 黑龍光衰分市 也因出現確診病例 而全面進入戰時狀態 嚴控人員出入 小區實施嚴格封閉式管理 此外 有知情人士透露 近日遼寧錦州市也傳出疫情 導致原本已經計劃開始放寒假的 錦州師專突然封校 錦州師專原計劃12月28日開始考試 1月8日放假 但據說錦州市突然下令封校 導致錦州師專約6,000多學生被困在學校 學生抱怨 這個學校生活設施並不完善 封校之後造成許多不方便 譬如學校裏沒有浴室 女生廁所壞了一個星期也沒有人來收 一進睡房大門 撲面而來的廁所未令人窒息 學生質疑 學校硬件設施不行 為何還要強行封校 學校實施hy 上學校裏未來收gie 策略 原本 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